外卡赛 我是老挡的 这场比赛是来自于Rettosnake和QuanteGaming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DDD2 一场BO5的生死战 谁赢谁就进B组 现在的这个小组分配 小组已经是 分好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分组挺平均的 就是A组两个中国队 B组两个中国队 然后 欧洲队的话 A组是多一个 欧洲队是三个 Zalantic Navi 还有MaoZ B组这边是Alance 和VP 然后 这个Loganty Inter 他到底是算中国队呢 还是算 国际队啊 这个 新闻里面写的是国际队 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看爹的吧 对吧 这个 就跟就跟那个什么 QuanteGaming一样 其实他们不是 不不都是法国人 但他实际是法国队 因为他的爹是法国人 他的赞助商是法国人 好 我们还是看这场比赛 音乐也变了啊 这个 作为TI3的第一场比赛 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背景音乐更震撼了 敲着战鼓 我们看一下Retal Snake这边也是做了工作啊 之前骗我啊 我记得我在拆拆之外的时候采访他们队员 说 我说你们 面对的对手是QuanteGaming跟你们一样战术非常多变 你有没有特别去做针对 然后Retal Snake说没做 很自信说 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说 呃 拿下他们应该问题不大 呃 因为太多变了 所以没有做针对 但是上来一手就办大树 啊 QuanteGaming进入大家视野 就是因为这个大树加黑鸟 但是这一盘QuanteGaming自己把黑鸟给办了 好 QuanteGaming这边是办了两个大哥 炼金和黑鸟 好 Retal Snake那个一强小强 和 呃 不对 这不是一强啊 第一轮拿了小强和 DK 那这样的话 小强不出意外应该是一个酱油味 放了对面蝙蝠 这里 Retal Snake那个 拿了一个 小强 一个算是有一些克制作用的 就对蝙蝠有一些克制作用的英雄吧 他毕竟是可以 走到火上面 然后去开刺 开这个反弹技能啊 就可以把蝙蝠弹晕 算是一种 也算是一种克制吧 其实最好的还是 像 艾瑞达这样的英雄 两个技能都很克 蝙蝠一个关一个大招 那么这一场比赛 Retal Snake是有两位队员 去年也是经历了 这个外卡赛啊 一位是小罗 一位是ICY 那么希望他们今年能够有好运 去年是非常惨 在WE的时候是0比3 输给了帽子 今年帽子是直接已经在A组了 帽子今年的成绩还算是不错 尤其是他们来了一个 这个辅助啊 Cindering 也是一位欧洲的战术大师 而且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解说 这个古典越来越急促啊 越来越紧透 听得好带感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四点多了 那么深夜爬起来 看直播的同学也是比较的辛苦啊 今天其实还好 呃 后天就会比较难过了 因为 因为后天是要上班上学的 是周一 这个就比较难过了 比较难取舍 对吧 其实小组赛嘛 还好啊 漏了也就漏了 关键后面的那个正赛 绝对是不能漏的啊 作为Dota2的玩家 这个一场比赛漏掉都会有遗憾 因为你 你说不清 到底哪场比赛会打出什么经典的战 经典的这种战役 实在是没法预测 好 这边 Cindering是 我们看是搬了四个大哥 这个 第一阶段的 半人结束之后 他们是第二阶段 半掉了先知和小狗 10秒 随便 也在搬大哥 两边 现在都缺大哥 因为龙骑士 其实是不能做一个一号位的 这个古典 古典真的是越来越急促啊 这个好像是 这个我不知道是版本更新过之后 还是 那个 年轻人 原本再分析 不然 真正 存在 那么 这 alertls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点赞 订阅时间 准备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速一直烫你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而隐魔的话 到就是等DS真正有点 对自己有威胁 就是到三级之后 隐魔有二级的引压 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 当发现对方有这个冲塔意图的时候 你直接就引压压他 C炮和X炮一旦压中DSDS就比较虚了 尤其进塔的时候 他是不能A你的 A你的话 塔就仇恨就吸引过去了 反正你刻这种冲脸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压对方的血量 好 Quantigame拿了一个死灵龙 看样的是要钢三了 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阶段的 呃 这个BP将会见真章 Quantigame到底要拿怎样的一个大哥 他们也是速来以战术多变文明 会不会拿一个Lich呢 DS是可以打野的 现在来看这个蝙蝠也有可能会去猎尸炉 或者说中单 比较难猜啊 这几个人分路都很难猜 像死灵龙可以去 烈士路钢三 可以去优势路钢三 或者说保一个大哥 就是两人路 甚至可以去中路 当然中路的这种情况不是 不是特别多见啊 因为中路兵线比较短 不太适合死灵龙发挥 而且没有野区供他拉野 第四手拿着 Ratissing这边应该会再补一个酱油 拿一个什么酱油呢 陈 拿了一个陈配合龙旗 引魔去推进 这个思路是不错的 因为Quantigame这边AOE其实不是很强 现在能防守的技能 也只有蝙蝠的火焰路径和燃油弹 死灵龙是没有AOE的 好的拿了个小鹿 这个有点针对了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 前期陈和小鹿两个人的纠结 两个人的情史 你招一个我再招回去 这样的眉来眼去 如果说陈和小鹿一直对着一个宝宝来回召唤的话 这宝宝血量可以 理论上可以达到无限高 因为陈每招 每招换一次是会加三百血的 我怎么听到 一直有人在加感叹号 CK搬掉 这个搬人有点看不懂 CK死灵龙 我感觉Quantigame这阵容有点弱 毫无AOE你看 除了蝙蝠 毫无AOE 就是防守AOE DS是他那个技能 你说他是AOE吧 也勉强算是 有点磨了两可的感觉 最后一个大哥会拿谁呢 飞机也被绊了 这算是 一个有AOE的核心吧 实在是比较难猜啊 炼金也被绊了 Rattlesnakes turn to pick 那Quantigame现在面临一个 没有传统核心可以拿的局面 其实传统核心还有一个 露娜和敌法 还有个猴子 但这几个英雄感觉都不太适合 这枪子 因为你看传统这边的阵容 非常的凶啊 压线也很凶 蚂蚁 隐魔 龙齐 这三个大哥对线能力都很强 而且打起架来都是丝毫不逊 不逊色于这种 专门前期打架的英雄 所以Quantigame这个BP上 我觉得是出于一个下风 比较明显的劣势啊 面对Rattlesnake的中期推进 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所以这最后一手核心看看 他们能不能够搬回来一些 我刚才说到几个传统核 都不太适合这场比赛 如果拿出来的话 可能会很快崩盘 会不会出现一些像其他 例如NEC这样的英雄 但NEC其实还是需要一些硬控的 比如像牛头这样的保护 或者说艾瑞达这样的保护 在这一盘其实他们没有这两个英雄 DS的话是救不下来的 DS的加速 别人控你动都动不了啊 别说加速啊 什么BKB都开不出来 好明显可以看出来 宽地gaming这边是有点乱了 最后一个呢拿人非常的犹豫 他们的额外时间还有最后的20秒 Rattlesnake一上来 在第一场的BP上面是占到了很明显的先机 就看前期对线打得怎么样了 如果前期对线没有出现太大失误的话 应该这一盘Rattlesnake要标稳 小骷髅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这个是 无AOE阵容吗 蝙蝠燃油弹 勉强算是一个吧 这个阵容怎么去推呢 呃怎么去防推呢 小骷髅可以吃一个对吧 小鹿可以招一个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是允许的 如果小骷髅有钱再出个点击手 那陈瞬间宝宝就没了 这是可以的啊也可以的 但是小骷髅其实 你要他团战是先去吃一个陈的宝宝 这有点强人所难 一般来说他是会提前吃好怪 然后去找找路切入 因为他的这个疾风布的计算非常的重要啊 包括他的这个CD 包括他的持续时间 小骷髅对于这些东西都是要算得很清楚 但是你要说团战走上去 吃别人一个怪别人就看到你了 对吧 撒把粉你可能就没了 我们看一下这这盘前期对线会打成怎么样子啊 这边是养了小骷髅一组吃树一个大药 高布拉克的小鹿 看一下热斯尼克这边的分人 国土的龙骑中单装 然后卡布的陈 ICY的蚂蚁 小骷髅的影魔 还有NU的小强 DS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劣势路单吧 看一下 蝙蝠中单 蝙蝠中单打龙骑 龙骑问题应该是不大 就是注意自己的走位 不要 不要走太靠前 然后把兵线控好 不要让对方的兵线进自己的塔 就没问题 没有生命安全 没有生命危险 早点补个魔棒 这里卡布是 这个眼睛是封掉了 直接封掉了这组野啊 因为我们知道天灰方是可以通过吃掉 这样一棵树 通过吃掉这棵树来勾这波兵 然后把兵线控回来 所以说很多时候 一眼方会 一眼方会 一眼方会在自己线上不强势的时候 把这个大野选的封掉 而且你看 卡布这个眼睛的位置很不错啊 他是放在了外面 就是说这个眼睛还能 我们看一下这个眼睛能看到哪里 这个眼睛还能看到兵线上面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位置啊 你想想如果是放在里面的话 放在这片区域 是看不到外面的 我这眼睛插得很妙 小骷髅上来是吃了个大博服 但是他也是付出了 100点生命值 应该是被蚂蚁缩地打了一下吧 这样的话蚂蚁下落打 小骷髅是不占优势的 蚂蚁猎丹 我这小骷髅有点坏啊 想靠这个大博服 ICY直接是缩地 然后耗一下血 想隔着树林 没有机会捕到 只能蹭下经验了 这个大博服在这里 S1没有办法 他要多留点蓝啊 我点一下就五分之一枚了 这真是痛 哦 这边宽地gaming是 直接打算烈士路钢了 看到对面影魔是优势路单的 应该不算是丹马 小翔在帮他拉野 陈这个 啊陈是这个宝宝 没有被抢 没有被抢 小路直接是招了人马 过来三个人 强盗来了 强盗三人组 抢你的野 抢你的兵 这边遭遇了 先是一个波 波到DS 这边的兵 这边的兵 有点荒 刚刚二级 好的 通过一击X炮 收掉这个小兵 前期隐魔 对于这个灵魂 还是可求度非常高 下路蚂蚁被押得比较惨 上来已经是 哎呦 要吃大药了 这边没蓝 是比较关键的 蚂蚁前期的缩地 这60点蓝 非常的关键 你每用一个缩地 就少一个 因为现在他没有圣殿的 不知道他是会选择出圣殿 还是去出一个瓶 之后蚂蚁也会选择出瓶 这样对线来看的话 Red Snake下路被压 中路也是被小压 然后上路这边 目前也是出于一个劣势的状态 但是 其实 呃 一旦来到Red Snake这个沉的 就是沉的节奏 一旦进入沉的节奏的话 呃 Ponic Gaming是非常难打的 就是Red Snake注意好自己的走位 注意好自己队友之间的掩护 不要被对方秒人 那就没问题 就是大家都 都都站好了 这样子去团战 Red Snake是完全不虚的 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 我这上路完全吃不到经验了 直接 我趁着这波兵 趁着这波兵 趁着这波兵线进塔 直接是过塔压制 两个人都吃不到经验 陈这边是比较的无奈啊 你干脆就继续打野吧 因为你过来的话 其实是给小路送宝宝 小路直接可以反召你 反召一个陈瞬间 战场就没战斗力了 陈前期这个 几乎全部都靠这个宝宝来输出 第1次非常的跳啊 上来直接 准备出魂剑吗 先买了个魔棒 上路虽然双方都是剑马弩张 但是其实一直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举动啊 大家都在 武力威胁 但是都没有撕破脸 好 先手啊 空到 这是耗血 耗一下血 哎 网住了 你魔被网住 哎 刚才一个灵魂颤抖是给谁了 好像没有给到魔吗 这边DS太 这太强 太强势了吧 都冲到这个位置了 陈这边 宝宝 反召回来 这两个人开始互相招了 你招完我在招 好 我们看一下下路情况 这边 SUI蚂蚁果然出了个瓶来控斧 呃 空到了一个隐身 那这样的话下路还能混 如果说没空到这个斧 可能就要回家了 然后中路我们看一眼 呃 敌K是12个不刀 我土的敌K 这边蝙蝠是20-11 啊 没有办法 蝙蝠打近战 这个宝宝前期是 诶 漂亮 不给钱 直接传回家 这宝宝前期是制造了大量的伤害啊 这个波前期你不要小看他 虽然只有125点伤害 但是一波接一波 他现在是有600蓝的 可以波6下 好 这边小强藏的位置 很可惜 刚才没有能够空到这个小鹿 哦 插起来 这里小鹿有危险 能不能杀掉一炮 再一个普攻 漂亮 撑打到了一旋 这边死灵龙也要死 nice小强开了一个刺 没死 这边DS DS也要被带走吗 D3插一下 nice 小鹿直接来到5级 漂亮 这样来的话上路 蝙蝠是打开了局面 3比1 小强在这种刚三的 刚三的情况下 前期一个刺 还是起到了非常关键作用 但是 现在这个一塔 是已经被耗的比较伤了 虽然人头方面领先 而且拿了一血 刚才一血是被陈拿掉 这对于卡布来说 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结构 因为陈在前期 像这种情况 打的话 他是没钱拿的 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宝宝去耗血 自己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去fum 对于中期推进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但是这样的一个一血 对于情况是有很好的改观 隐患发现上路刚三不成 直接是来中路了 小鹿来了 这边想强杀 能够拉到 有危险 减速 小强来了 漂亮这边 NEO的支援 波土反打 一个钉 一口火 谁先死 谁先死 这边小强 没血 有血 但是飞不上 差一下 最后一击普攻被带走 很可惜 这蝙蝠一丝血 真的是一丝血 凭借一个魔棒活下来了 比分又是被扳平3比3 小鹿和死灵龙 发现上路好像没什么太好的机会 也是来到中路立刻就有了成效 杀的地方终端龙旗 以及赶来支援的小强 刚才看到小强 我以为可以反杀了 结果蝙蝠是因为有魔棒 而且等级比较高 他刚才一时六下 哦 上路好像对这个隐魔有想法 我们看一下小强意识非常的好 又来了 虽然没有视野 但是他已经 这边先勾一波 这样的话隐魔 看一下隐魔蓝不多啊 隐魔只够两炮 但是他有魔棒 有平 隐魔再往前走就很危险了 一炮 拉住 看一下小强的位置 小强好像跟不上 小罗应该是要挂了 炸一下 小强 看一看算了算了算了 没救了 蝙蝠是在没有跳到的情况下 第一次出击是成功 现在Rentus非常需要一个 这个位置的现眼 蝙蝠是可以穿越地形的 他可以通过走这条路 直接一条路上去 然后从这里出来 拉你 或者说走右边这边也去 当然右边这个这条路比较的俗 一般来说蝙蝠都会走一条 这个不走寻常路 这个不走寻常路 这边支援 一炮再一炮取消 好的 一C炮收下 好像是要推上了啊 这边是Rentus直接集结了四个人要推上 蚂蚁又被打回家了 六级这边是25个补刀 还可以 看一下小骷髅的情况 已经一根空冰杖了 而且是天鹰界 8分钟 他的补刀是全场最高52个 看下 彩虾总和巧克力是全场第一 不过影魔也 凭借着两个人头两个助攻 现在是只落后两百多块 蝙蝠炸一下 拖延 你看现在面对这种推进 就是完全没办法 完全没法守 但是宽天给命只能通过去不断的击杀对方 让对方五人暴团不能够形成 只能通过这种手段 呃去 去去去去防止对方推进 一旦对方五人暴团站定了 站在你塔前了 这个时候宽天给命就很无力 哦呦 所说的 正常有客气 关键 脱离封石 公司的城市 在那里 你也没事 还不如拉拉仇恨 最好骗你两个技能 小骷髅子愿 上塔是被反补掉了 九分钟上路两个塔全部掉 小骷髅子愿之后 萊兔森哥这边一定要带好真眼 一定要抱团抱紧了 补经济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节奏非常紧凑 成是回家稍微补了一下 拿了真眼直接来中路继续推 各种AOE 萊兔森哥很从容 又是喷火又是引压 而宽队gaming那边只有燃油弹 然后火焰路径 这样的话就非常被动 蝙蝠也没有时间去打跳 十分钟了他只有1500块 现在完全没有时间给他去打跳 他只要不防守这个塔就没了 等你打出跳你外塔全丢了 这样的话就没法玩 龙击是拿到这个塔 现在财产总和方面 影魔已经是超越了小骷髅 来到了地狱这边 ICY一个隐身符 好像想找机会 我看一下财产这边对比 嗯 萊兔森哥是领先不到500 经验 快乐gaming领先1500 Ds还在上路继续刷 准备出梅肯 就算出了梅肯正面干也干不过的呀 这里的点爆发有点隐藏 什么沉的中生考验 小强的三连 然后龙骑的这个长时间眩晕 再配合一些其他AO 这个想杀你一个人还是有点容易的 好蝙蝠跳刀了 诶 这什么情况 在哪烧了一波啊 烧了一波兵线就跳刀了 刚才看他1500 有点快啊 一分钟就打了500块 是在前面 刚才应该是全收我估计 那包兵全收 蚂蚁下路对线对的异常的辛苦啊 他的耗血 在小骷髅身上完全看不到效果 你缩地 缩个四五次上去别人吃个怪 就完全回来了 第二根空冰杖 11分钟 米拉 SALENT米拉 直接要危机到自己下路一塔 我们看一下那边 陈在做什么 陈是在混七级 他还差一丝 一丝经验到七 这里好像是对这个蚂蚁有想法 但是这三个人 蝙蝠 蝙蝠开火炎路径了 有没有看到 SALENT米拉到了 被拉到了 被拉到就没了 这小鸟连坐两下就没了 诶 缩地缩出来了 不是 这个回到过去回 这个小鸟为什么不做呢 难道编队出现失误了 难道编队出现失误了 这个 这个打头字母是七的 这位兄弟 你在搞毛啊 虽然我是中国人 我要帮Rethelsenka说话 但是 这个失误有点 离谱了吧 作为一个职业选手 你居然会做不出来 Dia's bottom tower 是 under attack 那这个下塔应该是不保 小波罗这个拆塔有点霸道 第二波冰线也来了 诶 里面Rethelsenka好像不准备放这个塔 赶走了 这塔不准备放 走掉 我们今天来看一组 比较有意思的数据啊 刚才赛前 没有 没有跟大家说 等一下等一下 这波这边要打了 下路手腕塔直接来推 蝙蝠 打着还有半分钟CD Dia's 藏在这个位置啊 比较有意思 Dia's 还没有加大 9级 这边没有办法 毫无有意 怎么打 招一个 招一个又怎样呢 小强切入 有没有引压 一炮 好的直接杀掉人头 是被国土拿到 这里蝙蝠的蝙蝠有点爽啊 这种混乱的节奏 不过也是只能杀掉一个小强 安慰一下 今天刚才乱军之中 这个Rethelsenka的小 我没看到死在哪里 听到了一声音效 Dia'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看一下 刚才是 已经被刷掉了 已经被刷掉了 我看一下这边一组数据 呃 是 是 是这一场中法大战的一场 数据的对比 呃 两边的排名 ghosts的排名 都差不多啊 Rethelsenka是在20位 Quantie Gaming在18位 这个跟 打比赛的多少可能有一些关系吧 因为 这个TI3之前 中国队可以打的比赛 确实是不多 这里要反打 蝙蝠有大的 子愿打到城 城应该需要挂了 再一发燃油弹就死了 蝙蝠好像不想 不舍得 用 就变个加速 二级加速 没有人 蚂蚁是 缩地成功 走掉 蝙蝠还想 还想拉吗 你想多了吧兄弟 啊 直接来A塔了 这有点凶残 趁着陈独秒这段时间 赶紧把这个塔拿掉 如果陈再次来到战场上 这样一个加血 有点 有点厉害 隐魔 能反补吗 啊这边想要诱骗 诱骗隐魔反补 9S这个战术非常成功 让我仿佛想起了当年的 LOLA的隐魔 也是在下路 不过隐魔是在 当时应该是叫做 呃 天灾 呃 对不对 他的隐魔应该也是在 进位的 就是一个骷髅王在那里 他骗那个骷髅王反补 然后跳上去 呃是上去补刀 然后骷髅王砸了他 他在跳走 有点像啊有点像 突然让我想到这一幕 呃 我们继续说刚才那个数据 是两边的胜率的话 都不高 Ratel Snake这边是 54%刚过半 而Quantic Gaming那边比较惨啊 连一半都没过 是48% 呃高速上面的支持率 还是比较的偏向于 Quantic Gaming 但是我个人是 比较支持Ratel Snake 一方面是因为 支持中国队 一方面确实是我觉得 Ratel Snake的实力要 稍微高一点 呃 接下来一个叫做Ratel Snake的支持率 这是一 这是一个 德国的电竞网站 我 之前问我们的 网站部的老大 我说这 Ratel Snake是什么东西啊 他说是一个 德国的 电竞网站 然后 他跟我说 我说哦 这边德国人这么支持 中国队啊 他说嗯 德国队还是比较的 比较的什么 比较的理性 我说可能不是理性吧 应该说是 风格跟中国队比较像 就是德国不是有一只帽子吗 也是比较的 一板一眼那个 什么东西打的比较 上罗看这次 小罗 应该是要挂掉了 啊 这一件出去就没有机会了 是 是 是 然后最后一个 支持率是 在一个叫做 第二 我这个不会念啊 就是一个著名的博菜网 玩博菜的同学 应该对这个网站 非常的了解 西友 天天压西友 天天压西友 蝙蝠 想要拉人吗 这边拉住小强 选择拉小强 能不能杀掉 小强开出了刺 好的开出刺 你就成功了 没白死 这边能不能杀人 这道水晶墙有点厉害 这道水晶墙有点厉害 隐魔开出了一个大招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刚才被击杀 魂不是特别多 龙骑士是什么情况 在跟肉山单挑 最后一个昏火 杀掉了小鹿 这里蝙蝠应该是可以走掉 炸一下然后跳走 没问题 这中路是形成了一个 二换三 最后是被隐魔一炮压掉 但是 这一口奶 最后一箭 哎呦 还是被射出来 但是这边三轮塔被定在塔下 问题应该是不大 反身一个紫苑 继续跑 急风步还有四秒CD 应该是没问题了 然后中路是一个三换三 呃 关的给命是DS小鹿加死灵龙 换掉那边隐魔 小强以及蚂蚁 而Rentus那个这波是亏掉了 隐魔是阵亡的有点多啊 一旦说隐魔每波团都死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因为这个英雄在团战里面担当的输出 角色非常的重要 龙骑这个点 现在你还可以感觉到他的爆发力 一旦到再往后面拖的话 进入三十分钟之后 你会感觉这个英雄 输出是比较的乏力 他更多的是充当一个肉夹先手的角色 如果说你想要让龙骑去打大哥 呃有点强人阻碍 这是他能力之外的事情 他是一个半坦克半输出 还附带着这个控制 现在比分是十一比十 两边依然是没有拉开差距 但是这边经验方面 呃 关的给命已经是领先比较多了 马上领先四千 财山组和小骷髅已经是 打回来了 看这边 哦 有这个输出好猛啊 小翔带着龙骑两个隐身 过来 但是他是有吃怪效果的好的 应该是可以杀掉了 小骷髅刚才瞬间大招效果是消失了 感觉一下掉了一格血 不过应该是没问题 就算不消失也是可以杀掉了 这两个人 控制接起来的话 这小骷髅动都动不了 好 这里宽地给命的 DS和蝙蝠是非常的肥 又是一波开悟 蝙蝠应该是最最棒了吧 好果然 是这么老远就开火啊 就是要这样一个高空视野 想要抓影魔 这边小骷髅也是反应 反应到了但是他没TP 没TP 有点危险 没TP不是有点危险 没TP就没了 没TP真的就没了 减速到就没了 哦呦炸回来再见 找到这个有点悲剧啊 已经是提前跑了 但是没办法 这里国土来帮他报仇 这里有真眼的 国土没看到 变龙留谁 跳走 死灵龙断后吗 断后就是就是替死啊 断后代言词就是替死 他最终是选择了 用小龙来断后 小骷髅再次 赶过来 这段时间 营特斯那个打得点乱 我觉得还是要 五个人抱团去推 哪怕五人抱团打肉 五人抱团打团 都可以 绝对不要落单 一落单 就小骷髅就有发挥空间 哎 哎 虽然这边也是警觉性比较的强啊 清完野怪直接缩地走 Dia'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卡布这边有梅肯 一级大招 蝙蝠的位置 蝙蝠大招还有三秒 这边被小蝗虫看到 龙骑直接是带了宝石 这个时候买宝石 我觉得不太妥吧 因为自己这边其实是有两个隐身单位的 一旦正面这波打不过的话 会很伤很伤 一个宝石不光是这个850块啊 CD这边被拉住 我刚刚说完 但是这边输出好像不太够 看一下 哎呦 还是要被杀 还是要被杀 直接被杀掉 宝石 还好 SY手手手好快啊 直接拿了这个宝石 因为宽地gaming这边 不一定知道他买了宝石 第一波刚刚带出来 所以这波其实还好 虽然龙骑死了 丢了个塔 但是宝石没丢 那么还算是能接受 SY手真的是快啊 被秒的一瞬间直接就捡起来 我都压根没看到宝石掉在地上 面对蝙蝠的这个先手 显得是有些无奈 现在他们非常需要BKB啊 两个人现在 两个大哥现在都没BKB 我还是在抓紧一切时间刷 下路想要拿这个DS开刀呢 这哥们有点肉的呀 而且就在二塔前 这样一次击杀会比较的危险 我们看一下 过来 一炮 再一炮 五个魔棒 吃出来 没肯吃出来 直接反打 你好凶啊兄弟 插一下 45点血死不掉 果然是没杀掉 这边隐魔 小罗小罗别上头 好的 漂亮这一炮 nice 这一炮 给力啊 而且扬眉吐气了 让你干我 BKB有了 这一炮真的是有点 不过这个DS也是有点配合的感觉啊 直接站在这里 没有往别处走 而且刚才让我 让我意外的是 宽地gaming这边 居然没有人支援 一个人一个支援都没有 刚才DS就在这个位置啊 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小罗罗是准备出BKB 这个装备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直接就是在长期的对方的野区和上路活动 你们有人想打野或者带线 直接就变成了 小骷髅的ATM机 刚才这组数据还没报完啊 呃两个队伍还有一些BP上面的 比较有意思的数据 这个我先我先报一个比较比较有意思的数据 就是两边是有几个英雄是从来不会去办的 啊这一盘我们看一下 Rexing从来不办的有四个啊 这个数据显示有四个 死玲珑 汉地者 隐魔还有赏金 啊这两个不会办的英雄 这盘两个都上场了 难道就意味着他们爱拿吗 这边又是先手拉到ICY 诶看不到 没有宝石的 好的 SY反应还是非常快 这边一个紫苑给它炸回来 完了还是要死我感觉 这边一口加血能不能救掉 再一个缩地 好的38点血逃掉了 nice这个沉的大招很关键 这次击杀是落空 中期 中期这边Rexing被小骷髅单抓了几次 实在是很伤 把前面的优势给 被这边快速gaming完全给打回来了 不过往后打还是能打的 就是蚂蚁现在有点瘦 蚂蚁夹腿和 什么 骨灰 装备有点差 还是得再给他一点时间 小强直接开大招 这边有真言保护蝙蝠这边没大招了 直接被龙旗掀手了 秒掉了好的 一个墙 没有放出来 没有能够放上隐魔 直接贴神一个大招 速度不太够 再一个晕 nice 龙旗这两个眩晕很关键 团队里面 这边还没有人阻亡 Rexing还没有人阻亡 两炮都压到小鹿身上 这边城市被带走不够 问题不大 这边三个大哥是收割节奏非常的良好 蝙蝠第二时间他蝙蝠是买活 拉住隐魔 但是输出不是很够 那边小强被打死 宝石掉在地上 没有人捡 这边死灵红也要挂 小骷髅想要抢宝石 小骷髅开了BKB 哎呦这个鸟厉害了 这个鸟厉害 SY是收下了一次三杀 在后面又是收掉了蝙蝠 那蝙蝠这波非常的伤啊 是买活又死一次 而且是 给了SY一个三杀 我刚说SY这边 还要给他一点时间去farm 这边立刻就是 团队里面farm到了三个人头 又拿了一个肉山钱 这什么人品啊 买了一个健身球 要出林肯 对对面也是有 蝙蝠和这个小骷髅 两个非常 刻蚂蚁的点控 一个紫园一个拉 DS好肥啊 DS现在是 宽地gaming界面第二有钱的人 团队仍然是做得飞起啊 马上要笛子了 隐魔现在还是要 赶紧出一些 物理流的装备啊 他是准备出疯脸吗 小骷髅又来了 16级的小骷髅 这里国土一旦出现 就可能要挂 诶 他有一个隐身符的 问题应该是不是很大 直接吃了隐身符 中路好像要干一波 这里先确定自己 这里没有视野 然后是一开拨物吗 是不是要开拨物 诶 什么情况 我以为他们要开悟的 结果所有人在这里 集结了一下 又没动 小骷髅现在输出还是差点 他输出装 没有绝对意义上输出装 BKB紫园 但是输出已经非常恐怖了 尤其是打像 蚂蚁小强 呃 陈这种脆皮英雄 隐魔现在是有BKB护体 还好 小骷髅再次开几大招 这边看到了对方的洞 看到了对方的洞 这里有真眼的 蝙蝠开火焰路径 有真眼 蝙蝠有 蝙蝠有宝石 所以 那个那个 表面不够 小骷髅 哪里 那里 那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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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 蝴蝶 她有什么套路 上路又是对这个蚂蚁有想法 但是她只有1个人 一个人有想法 小骷髅来了 这有点危险了 蚂蚁这有点危险了 蚂蚁在带线 蚂蚁还在带线 蚂蚁这个肯定要挂了 被看到了被看到了 紫苑给的 完了 SY已经是在第一时间往下走了 但是无奈自己的缩地还在CD 就是没有办法 总组这边想要趁 对方忍不起打一波 好了这个实际选择非常漂亮 对方两个人都不在 两个主力都不在 DS被刺晕 被小强三技能刺晕 卡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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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国土 这个卡位亮了 蝙蝠赛斯追援到战场 不追了不追了 很可惜刚才是没有能够杀掉DS 但是国土这个团战里面的卡位还是非常亮 在对方加速的情况下 卡了对方两下 上路抢服 国土是抢到了 BKB 有双BKB之后就好打了 龙奇顶在前面 其实对矿带给你 是心理上很大的一个压力 蚂蚁又是死在了 出林肯的路上 陈买了轨迹之物 看一下外塔 这边关联给你还有两个外塔 而人死那个这边也是两个外塔 而且说外塔血量多不多 除了中塔这个还算比较健康 五人开悟 要走哪里 要从下路河道进去 你确定这里没真眼吗 直接变龙 先手 看先手谁 死雷龙 直接先手死雷龙 死雷龙被秒 然后那边直接开始退散 蝙蝠蓝不多 还要继续追吗 还要继续追蝙蝠跳不出来 蝙蝠跳不出来 推走 不追了 直接退塔 小骷髅这边上路带线 三天四 中塔肯定是福宝 拿着这个塔 蝙蝠可以考虑上路再带一下 不用那么着急 蝙蝠TP过来 要留人了 蝙蝠要留人了 拉到一起 小骷髅上面还在带 小骷髅还在带 没有人TP 蝙蝠这边非常的冷静 没有人TP 而是走到了安全的位置 这里蚂蚁一张TP 然后又是传送回去了 龙骑士 还要追 还要追 蝙蝠还要追 拉到了沉 拉到沉就拉吧 给他拉吧 就这样吧 不用不用那么 苛求完美对吧 死掉一个沉 已经是非常完美的结局了 刚才蝙蝠这波撤退 呃 绝对是非常的冷静啊 没有人 慌乱之中撤退 果然是先出了阴角攻 要出蝴蝶了 蚂蚁完成林肯 现在局势对于蝙蝠 还是比较有利的 虽然宽地gaming 是经验和经济都稍稍领先一点点 但是影魔一旦完成蝴蝶的话 这个就比较难搞了 没有人能够打的 没有人能够打这个影魔 打他没效果 BKB加蝴蝶之后 影魔很难处理 因为宽地gaming这边的核心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输出核心 只有小骷髅 小骷髅开火箭 在开扫射 罗路中边被紫月 然后有BKB 这个墙 效果不好 死灵龙又要被秒了 加一口血 影魔没死 影魔 影魔还被输出 影魔 是一个魔棒 影魔还要反打 好了这边杀掉小骷髅 晕到了蝙蝠 那次这波林换三 小骷髅直接见识不妙就逃了 我看小骷髅对于这个距离 以及血量的把握还是比较的准 在确定打不死自己之后 还是要回头浪一下 勾引对方的英雄继续深入 龙几直接顶上来 已经绑架的龙几 现在拥有三十点的护甲 小骷髅在团战里面 完全没有办法输出 因为这边宽地gaming 比较缺硬控 非常的无奈 面对对方的这种五人抱团推进 一点脾气都没有 Rent Snake 明显也是意识到了 现在不要再落单 拿到自己想要的道具之后 果断的开始 五人抱团抱到非常的紧 小骷髅想要 想要等对方分散之后去 逐个击破 但是Rent Snake这边 真的是不给机会啊 而且现在 这个陈已经是有绿棒了 单杀也是对于小骷髅来说不可能 其他几个人要么有BKB 要么有林肯 也就这个小强 小强还有 小强还有推推和宝石 完全没有办法下手了 小骷髅这样一来 这边确实是阵容上的胜利 虽然在中期 Rent Snake有一些 大意了 被对方单抓了几个英雄 但是 好在他们很快地刷出了 关键性道具 然后抱团 这直接就拉回来了 直接拉回来了 4000多 城市连买两个 连买两个物 已经蝴蝶了 影魔已经蝴蝶了 现在 现在 Rent Snake的三合已经是慢慢成型 除了蚂蚁的装备稍微差一点 其他两个大哥装备已经是非常豪华了 其实蚂蚁这个点 也就这样了 对吧 他团阵里面放放蝗虫 缩缩地 切切后排 可以了 你不能要求他太多 这毕竟是一个烈士路打 小骷髅的蚂蚁 前面 实在是没法玩 被这个小骷髅点一下 痛得要命 这里小强的位置比较危险 但是 但是他如果能成为一个预警的话 也是不错的 况且他有个刺 有个推推 还真不一定死得了 右开波 我这边两边要 遭遇了 就在这个位置 要不要进去 是选择了开物撤退 蝴蝠开了火焰路径 猜对方在打远古 但是看了一下没人 龙气直接变 龙气被发现小骷髅 小骷髅被秒了 小骷髅被开出来 推了一下 好 DS的一个 哎 刚才是谁在推推 不管是谁在推推 反正是救了一下 哦 这边五个人 你看五个人 这个位置 这五个人站得好近 没有空了 没有空了 除了 除了小强和龙气 其他人没有空了 这边后面晕倒 哇 这个是猪 两个人直接被打成残血 瞬间死掉 两个将 然后这边 被晕住之后 蝴蝠也是立刻不接 我这五个人站得好近啊 刚才一个 呃 半径200码的圆圈 就能把他们全住 这边推上来 没有视野 晕到了 小骷髅被晕到了 小骷髅不能买活 小骷髅不能买活 但是上路兵线压力比较大 那这波应该是没有机会破路 还是要回去守一下 呃 先打入山 然后回去 可以先回去 一个吧 这个 高地塔这个血量 已经不能 啊果然 回去了一个 高地塔这个血量 不能恢复的 很关键 毕竟对面有个小骷髅 这种偷塔高手 对吧 还是要小心 小心 没面 这种 小骷髅 这种 有个小骷髅 这种 有个小骷髅 这种 有个小骷髅 开出来都没用 加不回来 小鹿现在只有6点的护甲 暗灭就减7点 这还怎么玩 直接减成-1 现在团队经济差已经拉开了 快要8000的差距 经验也有7000 隐魔这细血面具什么时候把它变一变呢 还是就这样戴着 很多时候隐魔就是一个细血面具这样戴在身上 它也不急着出支配 不急着出封脸 这种局面其实就放着呗 就放着吧 后面再看 如果形式不好的话 就转个撒旦 形式有点好 那种纯碾压的就出封脸 其实引刀封脸的隐魔会比较厉害 这种BKB的隐魔出封脸效果不好 因为封脸是讲的一个爆发力 就是你引刀出来之后 瞬间几秒钟把对方打死 这个这样的效果才是最佳的 这推过来 直接空到小路 晕 给上 你开下去也没用了 一炮收掉 这盘基本上Rexus已经拿下了 比赛进入中段之后 Rexus那个阵容优势是体现的非常明显 比赛还在奋力带现 但是有点背水车薪的味道 远回来一个人你就得走 完全没有脾气 虽然是成功牵制回来 但是也是 这个牵制下去没有意义啊 你说牵制是为谁在争取时间呢 他现在牵制的唯一意义就是 给自己多一些时间 给对手多一些时间去失误 如果Rexus那个这边不失误的话 那么宽的gaming是完全没机会的 他现在带现就是给Rexus那个多一些时间去失误 但我相信现在肯定是Rexus那个不会给机会的 你看五个人直接就 开始往上路走了抱团 龙骑是直接TP中路二塔TP 然后过来抱团 非常迷茫啊 这边几个人非常迷茫 小骷髅金箍棒 但是团战他没有输出空间啊 冰龙一变站在你脸上喷你 管你BKB不BKB 你又没有硬控对吧 我们这边推推绿棒秀的飞起 完全没机会 蝙蝠想牵手也是没机会 看到对面五个人 一个半径300码的圈就能圈到五个人 蝙蝠先手拉 拉龙骑 龙骑 龙骑有长鞋 这边加血 然后开BKB 影魔团战里面摇大招 一个贴身大大到DS里面 克林克兹先被秒了 骷髅弓先被秒了 这里DS一颗血淘回家 然后小鹿也被杀掉 应该是没机会了 这边打完第一轮爆发过后 这边大部分都是满血 两个主力都是满血 龙骑是三分之二血 蝙蝠被带走 第一盘比赛应该是已经拿下 好凶啊 好凶啊 这盘这个BKB阵容拿的 说不客气点 真的是有点瞎 好的 机界 那么恭喜RATOS第一盘 41分钟拿下 希望他们第二盘能够继续延续这个 良好的势头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会见 好凶! 好凶! 这盘子 好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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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